好 接着我们来关注台风苏迪罗的动向 今天凌晨4点40分 台风苏迪罗登陆台湾省花莲市 并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 强度维持 而后略有减弱 今天苏迪罗将穿过台湾岛 估计今天夜间在福建福星到龙海一带沿海 再次以台风级的强度登陆 中央气象台预报台湾福建中东部浙江东部沿海和南部将有大大暴雨 其中福建东部以及浙江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台湾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目前福建浙江两地已经开始提前做准备 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 为确保列车的安全 长三角地区多趟高铁动车停运 上海虹桥站计划双秋日停运途经敏干地区的35趟高铁动车